現在呢,出了一張英文專輯,這個英文專輯叫做 《Just No Other Way》 那這張呢是一個第一次跨國 第一部在這個國際舞台的一張英文專輯 那當然自己的整個心情是很興奮 那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其實這個專輯計畫了多久 其實我覺得我做歌手的第一天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可以做成一個國際性一點的一個歌手 希望可以有機會踏入這個國際舞台 那現在這個夢想也實現了 所以很開心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那這張專輯《Just No Other Way》 籌備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那其實收歌的時候比較慢 因為其實很多製作人他們也從來沒有聽過 Coco Lee是誰啊 所以剛開始都會有一點點的 會有一點 會猶豫 那最後呢還是很幸運呢 就得到很多很棒的一些製作人的支持 也跟他們合作了 也做了很多很棒的歌曲 所以呢就完整了這首 這個《Just No Other Way》這個專輯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專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勁爆天后Coco李文 我的新專輯叫做《Just No Other Way》 是一個英文專輯 那這是我第一張國際性的一個英文專輯 那當然是非常的開心了 終於發行了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啊 比較難忘的 那其實我記得 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要打破這個 這個Stereotype Stereotype 就是一個華人 一個華人的女歌手 很難可以跨出她自己的國家 然後踏入這個美國的這個市場 或者國際性的這個歌壇 那所以我是變成第一個華語歌手 做成的這個U.S.Artist 一個美國的Artist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很多很棒的歌手 you know 但是呢我們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機會的問題 那好像在這個電影圈裡面呢 就有成龍大哥把這個Hollywood的門打開了 也讓全世界的人看到 其實我們中國人 我們東方人很多很有才華的 只是在音樂上 還沒有這個Miracle 還沒有這個發聲 那所以我是第一個 所以呢希望 真的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認同我的音樂 變成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認識Coco Lee Coco Lee 那這個是比較辛苦 比較困難的一點 那另外呢比較難忘的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跟每一個這種合作都是很難忘的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 you know 都是那種 like Superstar 他們都是跟很多很棒的歌手合作過 我就 然後跟他們接觸到 就是整個感覺是學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整個人好像是從一個新人開始去學習 去重新去學習音樂 可以重新在這個錄音室裡面去尋找自己自己的一個style 那所以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 真正可以發揮到自己對這個音樂的靈感 那好像這個專輯呢 是比較pop r&b 很多的r&b濃厚r&b的味道 真正在這張專輯 just no other way 真正的表現出來 那錄製英文專輯跟錄製中文專輯 呃有什麼不一樣差別在哪裡 那其實呢 呃除了這個語言方面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樣的一個是英文一個是中文之外呢 其實呃在音樂風格上呢 也會怎麼說更有個人的組件 那因為可能在亞洲呢 我們還是會比較保守一點點的 呃如果歌曲style太r&b太濃厚的r&b味道呢 呃可能就會算成不太商業 那大家就會比較難接受 那其實因為我一直我一向的自己的style都是比較美式唱腔 那有很多都是比較you know rhythm and bluesr&b style的一些歌曲 但是一個專輯裡面呢 有you know很多不同style的放在一個一個專輯裡面 這樣才可以符合得很多一些you know 呃亞洲的歌迷的他們喜歡的一些音樂style 但是在美國呢呃這個做法就不可以這樣子 他們一直如果你是個r&b singer 你的整個專輯呢就是一定要就是r&b的歌曲 不能會有一些是呃有一點swing在裡面 或者有一些是rock and roll的 如果你是r&b你就是一個r&b singer 所以我這張專輯呢是比較廣就是一個pop r&b專輯 所以呢很多pop song加上濃厚的r&b味道 就是我這張專輯整個風格就是just no other way 啊因為現在出了這張國際性的英文專輯叫做just no other way 那當然是要談到我這個專輯裡面我比較喜歡哪一首歌呢 那這個專輯裡面總共有十二首歌 那有一首歌呢是重複 什麼重複呢就是因為它有一個remix版 那這首歌叫做do you want my love 它有兩個版本 那但是呢每一首歌都是差不多我最喜歡的了 要特別挑選呢 嗯應該就是有一首歌叫做just no other way 就是專輯的這名稱也是一首歌曲叫做just no other way 那這首歌呢是一個非常濃厚r&b的歌曲 也真正讓我自己去表現了我呃音樂的一些靈感 那我對音樂的反應我對音樂的畫面 那just no other way是一個一個很romantic很sweet 而且聽起來是蠻舒服的一首歌曲 但是呢它還是有起伏 它有它的比較relaxing的一面 但是它還是有它的一個高潮的一個一個you know music build up 所以我蠻喜歡這首歌 那這歌詞就是如果你要愛我 你就是要這樣子的愛我 就是你要completely love me 要完全要完全就是愛我的樣子 所以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女孩子呢 的個性就是很有主見很有個人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呢這首歌是表現到一個女孩子是一個 一個個性也是一個一個蠻strong individual 就是很有個人想法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就覺得欸這個歌蠻代表很多現在的女孩子 也代表了我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這首歌呃 除了就是歌詞我很喜歡呢呃 另外就是唱唱上我覺得真正發揮到我自己喜歡唱的一個一個類型 所以這首歌just no other way是我 專輯裡面其中最喜歡的一首歌 公報天后Coco李文今天又見面了 今天跟大家談到呢就是在這個英文專輯裡面呢 有兩位很棒的製作人 非常非常棒的製作人 一位就是Kelly Price 那另外就是Frankie Knuckles 那我要介紹一下Kelly Price呢呃 呃他就是呃在這個Whitney Houston Heartbreak Hotel裡面呢 他有呃一起跟Whitney Houston合唱 呃那另外呢Kelly Price他是很有名 因為他就是唱R&B歌曲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真的好棒喔 而且我也是他的歌迷啊 所以呢有這個機會跟他合作呢完全是一個夢想實現 那另外呢Frankie Knuckles呢 他就是呃把這個House Music Create出來的 所以如果人家問House Music是哪裡來的 就會想到Frankie Knuckles 因為呢他就是The Inventor 就是他把House Music創造出來的 那所以呢這次有這個機會跟他合作就真的是很興奮 因為他也是這個Glammy Grammy Award Winner 他好像是兩年前的贏了這個Glammy獎 嗯好像是最佳製作人還是什麼的 忘記了 但是呢重點就是啊 那麼有一個很很好的機會跟一些那麼棒的一些製作人合作 也讓我學了很多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呃很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要打破這個一個傳統一個傳統的觀念 就是一個東方人怎麼可能唱個香黑人的味道呢 這是比較難接受的 因為他們兩位都是非常有名的黑人在音樂這個在呃這個 音樂的歌壇上他們都是很有名的 那所以呢一進去Studio一看到我呢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這個 是嗎他會唱嗎他可以唱出那個味道嗎 可能會有這種的懷疑 但是呢一進去唱完之後呢 欸那個那個barrier那個距離呢就拉近了 就好像我跟Kelly Price 那因為他本來那天呢他是自己一整天的通告 但是呢他剛好聽到我在唱這首歌 那他本來呢只是幫我唱那個background vocals 就是一些合音 合音然後他就要離開了他就要繼續做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聽完我的聲音之後呢他就有一個想法就是 他要跟我一起合唱這首歌 所以在這首歌can't get over的ending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比較即興我跟Kelly Price對唱的一些感覺 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呢呃呃呃我覺得那四隻讓我真的是很難忘 而加上呢就是我們還交換電話就是 欸有空要一起去逛街喔他非常喜歡亞洲 他覺得亞洲人都非常的nice都很棒很棒很nice 那另外呢Frankie Knuckles呢他好像是呃7 feet tall 好像是一百八十幾一百九十幾公公分啊 那他很高很高很高那他呢話不多 他有一個一個assistant assistant呢就是特別就是配唱的 那其實也是他本來看到我呢比較嬌小 而且也是一個東方人的臉沒想到我可以唱一個黑人的歌曲 但是一唱完之後呢他就在what's up sister 他就覺得你是個小黑人啊他們都每個人都笑我 就說你呢外表像一個一個東方人可是呢你絕對是有黑人的血在你的身體裡面流啊 所以這個也是讓我比較難忘的這個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這些小故事 然後Coco李文呃那每一天呢都跟大家分享到我這個英文專輯 just no other way 的一些小故事啊一些難忘的事情啊 今天呢跟大家講一比較不一樣的比較不一樣的呃就是我第一次跟一個超級巨星合作的一個一個感覺 而且學到一些什麼呢那這一位到底是誰呢就是 Hulio Iglesias 那大家都知道他在這個歌壇呢他完全是像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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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一樣 He's like the king 因為其實他在西班牙真的是一個king耶真的我不騙你 因為我親自看到每個人一看到他就好像是跪下來這樣拜一模一樣的 大家那麼的崇拜他而且到現在每一個女孩子看到他就啊快要昏倒 所以呢魅力十足太厲害太崇拜他了 Anyways那那個時候呢我跟Hulio合作呢真的是我覺得他人非常非常的棒 嗯他是一個嗯怎麼說呢很好的前輩而且他教我很多東西嗯他第一次看到我他就覺得呃我有這個條件 然後呢可以踏進去這個國際舞台他非常的支持我他說你一定要把這個這個目標實現 你一定要努力朝這個方向走千萬不要放棄 會有很多很辛苦的日子啊呃很多很困難的事情啊 A lot of obstacles ahead of you 但是不要害怕你一定可以overcome them 一定可以勝過他們然後呢就可以得到你的目標 就是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國際藝人像他一樣 那呃我記得呢他就說一些什麼呢譬如說歌露 他很欣賞的一些歌手他很欣賞Mariah Carey 他很欣賞Seline Dion 呃他覺得唱歌最重要就是要有自己的風格 那他說呢然後自己的聲音要很有特色就是讓大家一聽到 哎啊這個是Coco的聲音 哎這是Mariah的聲音 哎這是Seline Dion的聲音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點 那所以呢呃他聽到我的一些歌曲他說 嗯你就朝著這種方向pop R&B的方向呢 那這樣子大家會最容易接受你 所以我覺得他給我很大的鼓勵也給我很多的一些advice 也讓我學了很多呃我覺得對我現在在做宣傳上呢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他那種魅力 哇如果可以學會那種魅力呢哇那就真的是真的是太棒了 可惜呢這個是要經過30年的磨練才可以學到他那種魅力啊 呃那想到呢就是要進攻國際市場 進攻國際舞台 這些問題呢其實會常常想到他的pros and cons好跟不好在哪裡呢 那我可以想像的到呢因為我是個一個華人女歌手 呃呃所以其實呢有很多 disadvantage 當然是有很多 disadvantage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好處 第一呢就是造型上造型上呢女孩子呢的造型呢可以多變化 對不對永遠都是很新鮮的一面 那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很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點呢就是我覺得一個好處就是因為我是一個華人 呃在在這個美國的一個歌壇上呢是從來沒有一個華人的歌手 一個Asian American呃擁有一個在歌壇上擁有他的一個位子 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是對大家一個新鮮感 給他一些新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點 那壞處啊壞處到底在哪裡 what are the cons the cons the cons 其實我覺得cons不多 但是呢cons就是因為我在亞洲已經唱了you know 呃多少年的呃然後有累積多少年的經驗 那也我覺得在亞洲我自己的成績我滿滿意的 但是呢現在是重新來 重新到一個在一個you know沒有人知道你是誰的一個狀況之下 重新去建立你的位子 所以這是比較辛苦的一面 就可能呃you know很多人會不知道Coccoli Coccoli是誰呀you know 呃或者人家叫出你的名字 you know這些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呢要重新做一個心願是蠻辛苦的 因為你在某一些地方已經是you know大家都知道你是誰了 那已經有你一個位子了 那所以要重新開始這是比較困難的一面 呃cons 其實我很難去想像很多呃you know不好的一面 因為我覺得做人的一定是要有一個目標 呃那如果你都永遠朝不好的方向去想呢 就永遠都會做不好 你永遠都要想到他好的一面 你才會去努力去做對不對 只是要準備just in case如果不好的事情發生的話 你要怎麼去handle 譬如說如果不成功的話那怎麼辦呢對不對 那這些事情我當然都有想過 但是最重要就是自己很賣力很努力真正的give all you can 就是給大家你的百分之百這樣子呢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呃so far我對一切都蠻滿意的 非常非常的滿意 呃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因為有這個機會可以進攻國際市場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要好好去把握這個那麼好的opportunity 也希望呃我的歌迷可以給我最大的支持 呃我希望這張專輯just no other way 可以讓全世界的朋友都看到華人的才華 you know不止我一個人 我希望這樣可以打開這個門 讓全世界的人更了解我們華人 hello我是Coco李文 我就是你們的勁爆天后 那今天呢是最後一集 那要想到呢比較sensitive一點的一個topic呢 就是比較親密一點的一個一個topic 那就是想到我的未來 呃在近期呢我可以想呢就是呃要做這個美國的宣傳了 那這個月呢整個11月呢我都會在整個亞洲去做我這一張英文專輯的宣傳 很期待哦因為呢有很多地方是從來沒有去過 你沒有想像那些朋友現在也會聽到Coco的歌曲 那譬如說有菲律賓啊呃有這個呃印度啊或者有這個泰國啊這些地方我都是以前從來沒有想像有機會去的地方 那現在終於有機會呢讓全部的亞洲的人都聽到Coco李的音樂 那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興奮 那在12月中的時候就要開始做我這個英文專輯的在美國跟日本跟加拿大的一些宣傳 那因為這個專輯在1月25號就會在美國跟日本發行 所以呢蛮緊張的嗯會非常的緊張 那最近呢我看到我自己上了一個呃電視的節目就是美國的一個一個Entertainment News這個一個節目 講了就是一些娛樂新聞 那然後有聊到我之後我覺得哇看到自己在在美國那個那個那個 You know三台的節目上面就覺得很興奮啊 所以我希望我未來的You know一些Future plans就是在美國擁有一個You know一個呃歌手的地位 然後讓大家在美國都可以認識Coco李認識我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當然呢還是要出我的國語專輯囉 那所以我會抽空花蠻多的時間去籌備我呃下一張國語專輯 其實現在已經在收割了那因為呢呃跟很多不同不一樣的製作合作我真的學了很多吸收了很多 在音樂上我覺得對我幫助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下一張國語專輯呢會有很大的幫助 希望我下一張國語專輯會更豐富更多不同的風格在裡面 也希望真正可以做出我喜歡的音樂 所以呢這是我for this year for next year You know在千禧年的時候呢我的最大的願望就是做一個很棒很棒的歌手 在世界上做到一個優秀的歌手 然後呢可以出一張很優秀的一個國語專輯 然後呢可以出一張的歌手 那聽到一個很大的歌手 那是一個不一樣的歌手